你刚刚看到的 是人类历史上造成过巨大伤害的致命病毒 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潜伏期短 极易传播 可以致死 它们并没有被人类消灭 病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当地球诞生第一个细胞的时候 病毒可能就已经存在了 跟我比社会经验 它既不是生物 也不是非生物 听起来有点玄学 病毒很小很小 是纳米级别的 以至于100多年之前 人类才发现它 它就是一个蛋白质壳子里面 装了一点遗传物质 所以分DNA病毒 或者是RNA病毒 它们有代谢功能 也无法自我复制 这么说吧 如果它不找到特定的细胞寄生 它就是 那个什么功能障碍 那它怎么繁殖呢 等一下 扶我起来试试 复制的过程是这样的 先找到一个适配的细胞 脱去外壳 遗传因子会润改细胞生成的指令 照着我的样子开始复制 干到死为止 然后让细胞知道病毒需要的材料 在内部完成组装 然后离开这个细胞 入侵其他细胞 那么DNA病毒和RNA病毒 有什么区别呢 看一张图你就明白了 DNA的结构会更稳定 复制错误率低 RNA病毒的错误率高 所以它变异很快 这也造成了RNA病毒的疫苗较难开发 然而多数比较凶猛的病毒 都属于RNA病毒 RNA病毒更容易致命 而且更容易突变 但又因为让宿主很快死亡 病毒也会随之死亡 所以快速有效的隔离非常重要 不然杀伤力是巨大的 而大多数病毒都是耐冷不耐热 而流感在北半球和南半球发生的季节 主要是在冬季 像SARS和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分别是发生在11月和12月份 病毒是怎样跨物种传播的呢 首先病毒也是有家谱的 就好像同宗同园是一家兄弟 各自在不同的宿主身上发展 有一些可以几百年不变 有一些突变以后就可以迁移到其他物种身上存活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2009年墨西哥甲型H1N1病毒 这个病毒的遗传组成 包括了人类 蝎鸟和猪的流感病毒基因成分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杂交种 而且还能感染其他动物 我们来看一下冠状病毒的家谱 冠状病毒可以分成四大家族 其中SARS和MERS属于β家族 但是又分别属于βB和βC不同的家庭 根据最新公布的基因测序结果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 与SARS和MERS平均分别有 70%到40%的基因剧烈相似性 所以它算得上是SARS病毒的同门亲戚 别随便叫哥 SARS当年的中间宿主是果子梨 后来发现元素主是橘头符 MERS可能也是由蝙蝠传染给骆驼 然后再传染给人 所以这次专家推测可能病毒的源头 依旧是某种蝙蝠 可是蝙蝠它怎么了 有研究显示蝙蝠可带有140种致病源 当中超过60种是人出共通 它就是个飞行的病毒包 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传人 比方说这些 蝙蝠有几个有意思的特性 首先它是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 第二是除了人之外 风部最广的哺乳动物 还有就是寿命很长 但是很少发生癌症 以及它是很多病毒的宿主 那为什么它本人没事呢 蝙蝠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免疫机制 对病毒不是过激的免疫反应 而是和病毒和平相处 所以它携带病毒的时候 很少发病 甚至是不发病 蝙蝠至少可能在地球上已经活了5000万年 这么长期的进化的经验 可能告诉它长得丑不容易被吃 但是它好像误会了 而且人家本来住在山洞里 又是晚上出来 自身的病毒呢 也只是成员和成员之间互相传播 但是随着人类活动越来越深入 甚至有一些养殖场 可能就离它们栖息地不远 哦对了 还有就是小部分人嘴欠 以及不长记性 于是造成了这种悲剧 作为人类我真的非常的惭愧 真的是很对不起 那么人类能战胜病毒吗 无知的人类 如果说战胜是指治愈的话 其实谈不上 最多算是控制 比如像流感病毒 HIV 埃博拉 SARS 我们都还没有研制出任何一种药物 可以直接杀死他们 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免疫力去进行对抗 比如流感的致死案例 多半发生在小孩 老人和长期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像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死闻病例 也多半是老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 我在讲糖那一集也有提到过 慢性疾病它不会一下子杀死你 但是当你遇到其他疾病的时候 你的抵抗力是跟不上的 你们一定要忠实健康 到这种关键时刻 就是生存概率的问题了 不然以后谁给我投避呢 而病毒其实也有自己的个性 有一些野蛮凶狠 比如艾伯拉它的致死率可以达到90% 而且整个过程极其痛苦 有一些呢传播口 比如假型流感病毒 历史上哪一次不是给人类造成重创 而有些病毒更聪明 比如HIV 它不会一下让宿主死亡 它与宿主共生 透过突变和基因重组 病毒也在不断地演化 而有意思的是 生物也会通过病毒来帮助自己演化 比如大概一亿年前 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 因为一种病毒感染 而意外形成了胎盘这个东西 后来就有了胎生动物 才会有人类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是的 有些病毒为了达到繁衍的目的 会在宿主的DNA上 加上一段自己的DNA 被病毒感染之后 有些生物死去 有个别的活了下来 并且带着病毒的基因继续繁衍 而我们人体内都带有 大概10万种病毒基因 占人类基因总量的8% 这些都是他们曾经参与过 人类演化的证据 如果是从一个生命体来看的话 病毒这种形态 搞不好是无敌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口罩和隔离呢 从目前来看 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比SARS更易传染 但是不如SARS严重 因为有人没有去过武汉 也没有直接接触史 但是被传染了 只要你还活着 就可能躺枪 刚好又遇上春节 现在本身就处于一个流感季节 每年冬季 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是的 每年 而夏季的时候 流感病毒趋向于蛇服 参考它的近亲SARS的历史 是11月爆发 7月份结束 我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说这些信息 总结一下 病毒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 而人类也根本谈不上战胜了它 它总是突然出现 然后像一个疯子一样 搞得天翻地覆 然后又突然消失 存在于世界的某处 下次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面貌 再出现在人类面前 而药物的研发 总是赶不上疫情的蔓延 普通人唯一能做的 就是做好一切防护措施 不让自己成为病毒的载体 断开传播链 让它自生自灭 我们回看病毒和人类的历史 人类总是健忘了 而病毒又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 什么叫做恐怖 SARS过去了17年 国人的意识也提高了很多 而每一次危机发生 国人总是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让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尤其是武汉的小伙伴 加油 谢谢各位朋友 不给赞和收藏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次再见 Bye